普丁这回也生气了 怎么说呢 因为4月4号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 74周年这个日子 芬兰已经正式加入北约了 成为第31个成员国 现在跟俄罗斯的边界大约有1300公里 北约跟俄罗斯之间的边境线 瞬间增加了一倍 当时包含了芬兰总统布林肯 还有北约的秘书长 都一起举行了入会的仪式 北约第五条规定保护任一个成员国 遭受了武装攻击 会被视为对所有成员国的攻击 当然发生这个事情之后 现在大家都在说 芬兰一项有西欧最强的火炮股支撑 因为它的地面部队大约有650辆坦克 另外还引进了以色列ELTA集团 制造的迫及炮定位雷达系统等等 包含了防空装备包 至少有650枚的导弹 同时防空系统是跟美国挪威等等 北约成员国相容的国家先进 防空系统 接下来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凯翔就是 美国总统拜登他有直接说了 当你普丁发动对乌克兰人残暴侵略战争 以为能够分化欧洲跟北约的时候 他错了 同时布林肯他的态度也非常的强硬 他有说芬兰加盟北约是历史性的一天 这个部分都要来感谢俄罗斯总统普丁 但是其实包含这个俄罗斯的部分 他们也有直接说了 芬兰此举犯下一个危险的历史错误 警告如果北约的成员国在芬兰领土部署军队的话 那么我俄国就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我觉得其实从普丁的主观来说 或从俄罗斯的主观来说 国家利益来说 芬兰要不要加入北约 他当然是会觉得反对 如果能够不加入最好 可是此时对于普丁来说 对俄罗斯来说 核心力是乌克兰 芬兰没那么重要 然后不成芬兰会没事去攻打俄罗斯吗 就或者是说俄罗斯之语 跟乌克兰之间有彼此在民族上面 在历史上面的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千丝望女的关系 比如说基辅是斯拉夫人的 这个历史上面的首都 这样子的一些文化 很多情感纠结在一起 然后在苏联时期 乌克兰是这个苏联 重工业守在地 花了很多的心力 锐意经营的这样子的一块土地 所以我觉得跟芬兰的状况不太一样 所以如果普丁可以选择 他当然也会希望芬兰也不要交互北约 但是此时此刻在乌克兰战争 乌克兰战争眼下 他集中火力去对付乌克兰 这件事情对俄罗斯来说 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做法 那至于美国 你说芬兰加入北约 那有没有什么后效 我觉得其实可以再观察 但此时此刻最重要 还是乌克兰战场 我觉得普丁现在逐渐 在乌克兰战场上面 知道他自己的打法跟节奏是什么了 他就是什么分化北约 不分化北约 不是像布林肯 或是像拜登嘴巴上讲的 那种形式上面的 有没有加入北约 而是普丁终于找到 怎么样实质分化北约的方式 他其实就是让乌克兰战场 变成一个消耗战 因为嘴巴上讲的 我跟谁谁很好 我们都是在同一阵线上面 共享价值是一回事 一直不断叫你掏钱 掏人 掏武器 掏时间 掏所有资源出来 那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这就是现在 为什么美国逐渐在走下坡 然后反而像中国大陆 俄罗斯这些国家 他们逐渐知道怎么应对美国 就是美国现在很 尤其是民主党执政的时候 非常喜欢强调这种所谓价值 被大家戏称所谓白左 这样子的一些价值 很多是务虚不务实的 但是呢 现在中国大陆跟俄罗斯 尤其是俄罗斯 在乌克兰战争当中知道玩法 前一阵子 普丁这边不是有公开宣誓呢 他说最近西方世界 是要援助乌克兰 赚400辆战车是不是 没有问题的 我们俄罗斯今年就会造 1600辆战车 你尽量援助 姑且不论我们数字 我们量就比你大 你尽量援助 就是北约一起放血 那我们的军工制造能力 在今年年初 这个宣誓之后 全部拉上来之后 进入一个军工制造的 这样子的一个节奏 但你北约国家 要跟着我一起投进来吗 你们要为了乌克兰 投入这么多资源 然后让国家进入这个军工产业 高速运转的情况之下吗 更何况你欧美过去 过去这么长一段时间 长期的去制造业化 你要跟我继续玩这个消耗战吗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对 如果我是俄罗斯 或是我是普丁的话 我要在乌克兰战场上面 取得一个相对完整的胜利 那此时此刻 我无暇去顾及芬兰 之后再说 也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决策 好另外我想问一下 蔡委员的是 其实中国大物最近 在这个国际间的 这个外交手段 非常的柔软 那角色也跟以前是 大不相同 有在升级的这个趋势 因为最近很多大咖 都要到中国去访问 包含了法国总统马克宏 还有欧盟职委会主席范德赖恩 4月5号到4月7号 已经一同去访问了中国大陆 另外呢 接下来包含 中国跟澳洲之间的关系 持续改善 现在很可能要推动 所谓的澳洲外交部的 外交贸易部的负命书长 英德 4月3号举行会谈 当然现在要为下一个阶段的 双方贸易部长会面 来做准备 那根据这个港媒南华早报 也有报道说 中方已经原则上 邀请了澳洲总理 去访问北京了 时间可能就会在 今年的9月跟10月份左右 我想问蔡委员的是 从各方各面来看 这个中国大陆 它的外交手段 是不是最 也进一步升级 另外跟这个欧洲之间的关系 是不是也要重新的定义 中国 现在充分在运用 它既有的优势 以及它目前在整个全球战略上 一个很特殊的地位 基辛吉就不幸严重 谈到美国人的 跟拜登政府的愚蠢 他说拜登政府 最大的失误 最大的愚蠢 就是让俄罗斯 整个变成 中国的最佳伙伴 因为那是一个战略上 很大的一个区块 如果中俄之间是分裂的 是对抗的 对美国欧洲是安全的 但如果中俄合作的话 那对美国欧洲 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噩梦 但是中国呢 也没有完全如基辛吉 所预测的这样子 好像跟俄罗斯啊 你农我农啊 就不跟其他人来往 或是跟其他对立 也不是 中国现在采取的态度是这样子 紧紧的拉拢住东南亚 然后很快速的 去拉拢中东跟中亚 然后接下来呢 就在西方阵营里面 找他的好朋友 比如说 这个澳大利亚前面那个总理 反中反的很厉害 然后就修理他 倒了 就倒了 很成功的案例 然后现在呢 换上这爱班尼斯 相对的比较温和 就尽量给他方便 来拉拢他 那个意大利也一样啊 意大利的总理 梅隆尼刚上台的时候 那个萨布伦敦的一个大姑娘 他搞不清楚国际是什么 就大放厥识 我要反中 我要抗中 发现一个老万天 原来反中抗中 要缴钱给美国 就算了嘛 就像凯翔所讲的 讲是一回事情 发现说 要掏钱是另外一回事 掏钱是另外一回事 他看到德国掏成这样子 意大利才不傻啊 对不对 再加上上次在巴黎岛发现 跟习近平讲 处得很好啊 习近平还说 我们中国买你们 意大利的精品啊 那我要办一个精品博览会 你来当首席嘉宾啊 弄得他心花怒放啊 像是快乐的小鸟一样 现在反中也论没有啦 那 意大利这样子 西班牙那我呢 我呢 对不对 那其他的 马克宏 德国心里洋 德国比较复杂 因为德国 他里面 因为战败的关系 长期被美国压在地上 而且培养出一大堆亲美分子 已经 那个亲美台湾不能想象 台湾是很亲美 可是 德国里面那亲美分子 已经到了 Yes 美国 什么都对 那 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底下 中国要不要 不真的扩大 他的国际影响力 要 为什么要这样扩大 因为中国很清楚 美国不把中国打在地上 美国绝对 心不甘 情不愿 那如果是在这场 要这么长期的较劲 中国是朋友越多也好 你从他统战全世界 也不夸张 能做朋友的尽量拉 完全要说 中国立场说 我的朋友越来越多也好 你美国的朋友 越来越少也好 那到时候你怎么 跟我打一场对抗的战 那最后美国只剩下什么 只剩下英国 是在你好朋友 还有加拿大 连澳洲都不太理你 纽西人都更不用讲了 这是中国的整团战略 那这个战略底下 它扮演一种和平天使的 金砖国家 伊朗要加入 沙特阿拉伯加入 那你们两个都要加入 你们总不能够 恒美路远吧 就拉拢他们两个 那一样道理 一带一路 也要经过俄罗斯跟乌克兰 他总要出来当和事 所以这个整体的战略 是相当的清楚 所以北京非常的忙 习近平主席也忙的不得了 那就没空管台湾 就到底像是这样子的 海荒鲍鱼干杯 E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年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CTI 714 享有折扣哦